同学们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他说棒球抵达本雷板上方 在离地一公尺的高度 被打击者用水平夹角是θ角 cos是五分之三 那其实这个就是几度 这个就是53度 那用126的速度反向极出 在五秒钟刚刚好飞跃 全雷打墙的上空 请问当时的离地高度多少 来我们他是做斜抛对不对 那一开始呢 他就已经离地一公尺了 然后他是用53度的阳角斜抛 53度的阳角斜抛 因为他说cos等于五分之三 可是这个速度我们要把它换掉 这个速度他是126 对不对 公里除以小时 我们要把它换掉 把这个东西呢换成1000公尺 把下面这个换成3600秒 那一样白白消掉 00消掉 然后呢这个36跟 多少126消掉 126除以36 126除以36 第一个数字是3 3就是108 108与18 那就是3 好 那就是3.5 可这个3.5 这边还要再乘一个10 那就是35 所以他的出速度 35 公尺除以秒 OK 鞋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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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 来 他说5秒的时候 刚刚好到全雷打墙 5秒的时候刚刚好到全雷打墙 来 假设这个东西 就是全雷打的墙壁 OK 请问 当时离地的高度多少 我们鞋抛呢 就把出速度分解成 水平跟千尺 OK 那你想要算高度 高度就是看千尺坐标 但这个千尺坐标 是要看千尺的位移 但注意哦 这个千尺位移 只能算出 相对于出发点的千尺位移 但是离地板的高度呢 还必须要加上 原先的一公尺 那没关系 我们就先算 Y坐标就好 来 Y方向什么运动 Y方向 我们说 出速往上冲 加速G往下拉 那就是千尺上刨 我们根据独立性来解 来 我们就根据独立性 看千尺方向 有向量的独立性 将物体的运动 分解成水平跟千尺 然后呢 我们从千尺方向来计算 由Y方向来计算 Y方向做什么运动 Y方向做千尺上刨 出速度多少 这个是5比4 那5分是多少 5分是35 那4分就是28 4分就是28 那出速往上冲 加速往下拉 那个叫千尺上刨 千尺上刨 记得要定 向上为正 定出速度方向为正 因为它是往上刨嘛 那你就往上为正 那我就带这个 叫做等加速度运动公式 来我写在这里 Y等于V0T 当然这个要带VY 好V0YT 再加2分之1 AT平方 来位移不知道 Y不知道 出速度28向上 那它说5秒钟 5秒钟 再加2分之1 AT平方 这个A我们带G 那G朝下 要加个负号 再乘上 T平方 OK好 好 先算一下 这个是多少 28乘上5是多少 140 然后呢 这边减125 这边减25乘5 125 就是15 但是要注意哦 这个15 是说Y方向 相对于出发点 这个走的15 但是离地的高度 还要再加什么 再加原先的1公尺 所以我们就说高度 固 我们要算高度 对不对 这个高度 就必须要加 原先的1公尺 高度就是1 加上15 答案就是16公尺 好 本体答案 我们就选16公尺 就可以了